变数!柯一柔婚变半年最新声明打破沉默!怒控郭宗坤他偷了我的孩子!让他激动崩溃了! 柯一柔与郭宗坤婚变至今快要半年,因老公偷吃女人公不断被抓包! 甚至挺身呼啸三让柯一柔心碎,传出柯一柔问孩子迟迟无法拿订离婚,也一直都没都没发声明! 传出郭宗坤泪求老婆复合,但是遭到柯一柔拒绝! 根据三地新闻报道,早在婚变事件前两人就已根据,双方决裂后才决定找律师处理! 柯一柔近日首发声明表示离婚这半年来我崩溃好几次,身心俱疲! 而离婚进度柯一柔有首度曝光,让不少人支持柯一柔赶快断了郭宗坤,展开新的生活! 柯一柔痛苦地说3月双方进入调解亭,郭宗坤说想回归家庭,只要不离婚,什么事都可以配合! 但我的想法很坚定,始终不谈婚变,就怕未来孩子大了! 在网络上看到报道,郭宗坤毕竟是孩子的父亲,总是该为对方留条路! 伤害他如同伤害小孩,而且对方现在连孩子的教养费用都不给,状况摆出! 不论两人会走到哪一步,希望在孩子面前还是能当好父母,不要闹上法院撕破脸! 柯一柔更入控郭宗坤偷把我孩子带走! 不满地说,郭宗坤曾经把孩子带走10天,给柯一柔的理由是让孩子回家陪爸妈! 但是却没有跟他告知,也不管他焦急如焚的心情,直接对他怒骂小孩怎么能说带走就带走! 至于这问题该如何解决,柯一柔表示已经找律师申请暂时处分! 会分派两人带孩子的时间,以免又发生偷孩子事情!甜蜜夫妻变调! 柯一柔去年生日当天曾在脸书开直播,与粉丝们分享生活点滴,抱怨老公婚前婚后大不同! 交往时还会特地带单眼去约会,帮他捕捉美美身影,但婚后老公就从动物变植物,生完孩子变矿物,总是他要求才会拿起手机或相机帮拍照! 柯一柔就强调,我会开锅师傅玩笑,就代表我还爱他! 认为如果心里讨厌这个人,会连话都懒得跟他说! 现在还会跟大家讨论老公,是代表郭宗坤一直存在他的生活中! 还是很重要的另外一半,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人,三个宝贝很重要的爸爸! 郭师傅,柔妈咪还爱你,所以一直骂你! 柯一柔也大赞老公的优点就是很能接受被开玩笑,只要不要太超过! 同时也感谢老公为他买了一个宝可梦生日蛋糕,虽然好像根本是为了小孩而买的! 此外,柯一柔也提到有些人会以貌取人,认为奶怎么会嫁给奶老公! 但他觉得嫁给有钱人,生活没想象中这么容易,自己喜欢过自己的生活! 公婆也给他很多自由,对他很好,跟老公家庭背景也类似,两人生活很自在,老公给他很多自由! 不会因为他跟姊妹逃吃个饭就一直追,自己也不太会管对方,彼此相信,平淡靠自己赚钱反而更加踏实! 认为嫁好门比好门重要! 希望柯一柔离婚能够顺利,展开新的人生! 希望柯一柔离婚能够顺利,展开新的人生! 柯一柔,Chris Key,1979年10月3日,台湾女演员,女歌手,作家,节目主持人,分名柯玉婷。 毕业于士林高商国际贸易科,国立台北商业专科学校,因家中卖水果而被昵称水果妹。 柯一柔是在台北出生,接着就搬回姚丽院里住,直到三岁才和父母北上定居。 高中时已近似当红某像徐怀玉的长相,参加华氏综艺节目《超级星期天》的知名单元《超级明星脸》,便顺势出道。 曾以《水果妹》为名出版过《水果妹水嫩瘦身书》,《水果妹果样美女漂亮计划》,《水果妹十二星座宿身参》等书。 参与演出的《华氏2003年八点档连续剧千金百分百为他首部八点档作品,也曾参与多部戏剧演出。 并于2011年12月7日上午产下《小胃流锅上节》。 2013年7月1日产下《女儿小水果》。 《小胃流锅上节目》。 《小胃流锅上节目》。